年年二月木,散乱杂飞花,雨过微风起,狂飘千万家。 这是唐朝诗人李中写的柳旭。 柳旭是柳树的种子,它长有白色的绒毛,很容易随风飘散。 这可是柳树为了传播种子而对环境做出的适应哦。 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。 生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,受到生态因素的影响,同时生物也在适应周围的环境,影响和改变着环境。 那咱先来看看生物是怎样适应环境的吧。 这是沙漠之舟,骆驼。 为了适宜炎热缺水的环境,它进化出了一系列特有的特征。 骆驼的毛又密又厚,不但扛寒防晒,还能防止水分从皮肤散发出来。 骆驼的腿很长,足垫很厚,这就便于它在沙漠里行走。 骆驼具有驼风,可以储存大量的营养和水分,它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三周,没有食物的条件下生存一个月呢。 此外,骆驼的鼻黏膜面积有1000平方厘米,比人的大800多倍。 这有什么作用呢? 当极微干燥的空气吸入鼻腔,鼻黏膜就会渗出水分,湿润空气。 而当空气从肺中呼出,鼻黏膜却能把68%的水分回收下来。 不仅如此,骆驼的尿液非常少,当体温升高到40.7摄氏度时才会出汗。 在水比金子还贵的沙漠里,骆驼可是节约用水的典范呢。 不仅是动物,植物在沙漠里也具有一系列抗旱的特征。 这是骆驼刺。 为了减少水分的蒸腾,它的地上部分非常矮小,也就20厘米左右。 而它的根系却十分发达,一般能长到20米。 这样它就能大范围地吸收水分了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具有普遍性。 这只海豹生活在寒冷的两极海域。 海水的温度仅1摄氏度,而它的体温却是38摄氏度。 海豹是怎样保持体温的呢? 海豹胸部皮下脂肪的厚度可以达到60毫米。 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持体温,维持正常的生长, 还可以保护胸内的器官心脏避免冻伤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又是相对的。 某些有恶臭和毒刺的动物会具有鲜艳的色彩和斑纹。 这被称为警戒色。 毛毛虫的毒毛可以刺伤鸟儿的口腔粘膜。 它的警戒色使得很多鸟儿望而生畏,不敢靠近。 但是这并不是对所有的鸟儿都有效。 杜鹃的口腔上皮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。 它就专门吃这些毛毛虫, 一只杜鹃一天就可以吃掉上百条虫子呢。 最后,我们再来说说生物对环境的影响。 蚯蚓是一种生活在土壤里的动物。 它在土壤里钻来钻去, 可以疏松土壤, 还可以给土壤通气, 提高土壤吸水的能力。 蚯蚓以腐烂的有机物和土壤的颗粒为食, 这些食物经过消化, 就变成了蚯蚓粪。 蚯蚓粪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, 对植物有着难以置信的神奇肥效。 由此可见,环境可以影响生物的进化, 生物又在不断地适应和改变环境。 生物和环境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漫长过程, 它们共同造就了今日欣欣向荣的大自然。 好了,总结一下吧。 这个视频, 咱们说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具有普遍性, 比如骆驼、骆驼刺和海豹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又具有相对性, 比如毛毛虫的警戒色和杜鹃。 生物还可以影响环境, 比如蚯蚓对土壤的改造。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?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。